走私猫Alice的事件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也让大家重新关注起台湾猫咪购买 还有任养的问题 而在新美市永和呢 有一间猫咪的中途之家 是收留近百只的猫咪 为了让爱心呢能够永续的发展 创办人成人想要是运用农业的循环经济 找来的茶农还有盗农合作 帮助小农的同时 也和猫咪一起创造爱的循环 婆婆走走跳跳猫咪可爱模样 看到都要融化了 走私猫事件让大家重新重视猫咪问题 关怀猫咪想要让爱心回到猫身上 现在一杯茶就能办到 我先打开 确认完里面它这个颜色是OK的 新美市拼图猫咪创办人 除了收留猫咪还将猫粪转化成肥料 过程虽然相当繁杂 但却是猫咪循环经济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制成的猫粪肥也会与小农合作 将爱心无限循环 解决或改善这个流浪猫问题的过程里面 这整件事情是可以永续的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要持续要做的事情 长农抱着处理过的猫粪肥 在平邻茶园内工作 采收完的茶叶将做成猫便当茶 收入支撑整个中心的循环经济 包括中途之家三到五成的收入 目前也有越来越多人支持合作 它的理念是值得支持 我认股一股就是10公斤米 然后我每一股就是捐25块这样子 爱心无限循环 透过小农合作稻米茶叶 让民众在选购的同时 能和浪浪猫咪们一起在整个经济循环中 找到温暖 让爱永续发展 欢迎闻聊子讯循环 请北雪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